两个人在一起有这三个表现 说明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感情这回事真的挺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有的时候在一起环境的影响之下 会不由自主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一些感情 就在这个朦朦胧胧 还没有捅破这一层窗户纸的状态之下 怎么样才能判断两个人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男女之间有哪些表现 就说明他们之间关系并不一般 第一个五话不谈 这个五话不谈包括自己的情感 包括自己的生活 包括一些私密的事情都会聊到 当两人的关系到这种 连一些私密话题都聊的时候 那就说明对于对方彻底的信任 从刚开始的简单问候 以及到分享彼此之间的小秘密 这些都是已经逾越普通朋友的界限之外了 第二个 在肢体上有一些亲密接触 都知道和一个朋友 或者是陌生人不太熟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安全距离 这个距离都会保持在一米以外 如果说对一个人不太信任 或者是跟他关系一般的情况下 两个人在一起距离太近了 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如果对于那个人彻底信任 以及有感情的时候 在身体接触上一定是没有太多禁忌 在肢体上有亲密接触 这个时候就说明关系不一般了 第三个 联系比较频繁 当两个朋友或者同事在一起的时候 除了工作或者是正常事情之外 没有太多的言语 两个人有感情的情况下 联系会比较频繁 有没有正式都喜欢骚扰一下对方 觉得和对方聊聊天 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而且也渴望和对方聊天的那种感觉 总结来说 就是对于一个人的信任度比较高 不管他在你的生活中 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定是基于一个信任度 有安全感的基础之上 在这种状态之下 两个人感情一定会超越 一个普通朋友界限 感情这回事如果遇到了 一个对的人 就不要特别害羞地隐藏这一份情感 适当地表达 捅破这层窗户纸 或许两人会更幸福 别因为你的害羞 错过了一段缘分 感谢观看